今天是世界卫生日 但是心情却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悲心交集 早上起来一看 昨天的一个数字零 让人有一瞬间的高兴 因为这个零是从1月18号到4月6号 80天以来武汉因为新冠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首次为零 80天以来 但为什么说是一瞬间的这种高兴呢 因为偏偏是在昨天 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一 山东原厄医疗队的护士张静静 在回到山东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任务 完成了14天隔离 离回到自己家中 还只有几个小时的时候 心脏骤停倒下 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这种抢救 于昨天晚上还是不幸的去世了 而他的丈夫现在还在非洲 真期待能帮忙 他丈夫尽早的能够回到山东 因此面对昨天这一天 我们究竟是该记住这个零 还是这个一 我觉得应该记住这个一 因为今天看来 这个像纪念碑一样的一 恰恰在说明着这个零是怎么来的 而记住这个纪念碑一样的一 也恰恰应该记住 包括张静静在内的众多医生们 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张静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儿和钟 夜市之间